加沙地带持续遭到轰炸 就连以色列军方指定的人道安全区 加沙南部汉尤尼斯 星期六也成为了乙军的攻击目标 乙军表示他们的空袭目标是 哈马斯军事首领莫罕默德大夫 不过弹雨之下无瓦全 乙军这次袭击导致至少90人死亡 300人受伤 死伤者大多是平民百姓 哈马斯随后发声明 否认莫罕默德一死 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 星期六轰炸了位于加沙南部 汉尤尼斯的马瓦西地区 造成至少90人死亡 300人受伤 马瓦西被乙军称为安全区 但如今却成为他们的炮火目标 药充麻烦 当地人大功 Continue taking in light 在非厉害的身份 或者是区别人 毫升问题 所有群呎 tegen人 人 医院面对灾难性情况 已经无法继续运作 因为他们严重缺乏医疗用品 设备和床位来容纳所有病人 一些伤者也只能在地板上接受治疗 情况十分糟糕 面对随时都可能要逃亡 丢失性命的巴勒斯坦人来说 早已经身心疲惫 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 正在朗年代表现金石坦人 在 тепла位领域光是飞行的 床位领域光是飞行的 最后来就是对山上的肉弱 等会看到三个肉弱 很多人去看到了 看有些人 为什么会发生了 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是 为什么会发生了 为什么会发生了 这部位我正在合围 有两国的位置 实在有了 有什么好处 有关关于真正的 这部位的武器 沒有人在內衛 沒有人在內衛 他們在內衛 我們在內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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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色列陸軍電台當天表示 以軍空襲的目標對象 是哈馬斯軍事首領 穆罕默德大夫 對方是哈馬斯10月7號襲擊以色列的主謀之一 以軍是瞄準哈馬斯領導人才發動襲擊的 總理內塔尼亞胡之後向記者揚言 會消滅整個哈馬斯領導層 而以軍加強對哈馬斯的軍事壓力 將有助提升 達成釋放以色列人質協議的機會 然而哈馬斯否認了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 指一切都是無際之談 哈馬斯表示 襲擊中喪命的所有死者都是平民 譴責以色列將種族滅絕戰爭嚴重升級 在美國的支持和全球沉默下發聲 而且襲擊事件反映以色列沒有意願 達成停火協議 發了一些可惡 通知行姓設施 好不要緊 lunar